余音社京剧小科班的接待厅 平常会放一些茶水 放一些饼干的小面包 给孩子和家长休息的时候吃 今天我在读程彦秋先生的回忆录 其中程先生就提到 说他小的时候在科班学习 从小师父就说 我们要饱吹饿唱 就说我们在练功表演演唱 上台之前尽量不要吃饱 最好是有那么几分饿 那样反而是对人的一种保护 程先生在他的回忆录里面特别写到 他练功的师父跟他说 在练妖功之前就下妖啊 练妖功之前千万不能吃太饱 吃多了练妖功肠子会断掉 我当时看到这几行字的时候 就觉得非常有趣 因为很多学系的孩子很小 老师呢要雇很多很多的学生 没有办法跟你花很长的时间来讲道理 让你接受 有时候就会用一些比较简单粗暴的 但是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这种话 让你印在脑子里 我读到这里呢就赶紧放下书 到接待厅和孩子家长说 我说咱们这块的茶歇呀 是等你全部练完以后 稍微休息一会儿 喝点水 稍微吃一口小点睛 在练功之前尽量不要吃 因为如果吃多了 待会儿练妖功肠子会断 孩子们立马就把那个小便包就放那了 不吃了 啪跑进去练功了 在这我也想告诉很多练功学系的小朋友 我们一定要提倡饱吹恶唱 千万不要在练功或者是表演演唱之前吃的太多 吃太多了会打嗝 而且呢一不小心肠子会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